現在算是怎麼回去了 對他一個 速度很慢 速度很慢 謝謝 可以先請小米蘿 Wi-Fi用哪一個 問一下你的Wi-Fi用哪一個 有一點慢 中醫院那個 JG0V那個放裡面比較快一點 沒關係 我覺得還是 因為我重點還是在放到這個 這是這裡過的東西 那剛剛只是一個 剛剛那個只是連結的部分 所以說各位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這邊連結下面都有相關的資料 然後我想跟各位先 第一個就是先說對不起 就是我大概五點還到 然後今天早上的部分 跟下午部分都沒參與到 所以我覺得 我就直接先過來看看 看看如果 各位還對這個部分有什麼樣的 那個 就是這個方法不好的話 我下次會的 不過這部分你想說 我想分享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最近那個 我參與了一個社群 然後他們是想要再推廣一些 像那個 跟社會議題有關 或是說跟政府方面一些 開源資訊有關的專案 那這專案的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我們政府的資源 開放的一些軟體 或是說跟軟體相關的一些服務 他都必須要以開源的方式 去授權出來 比如說是用那個 或是說是用 GPL 或是說是用 MIT 或是任何一個 其實都沒關係 只是我們現在的目的是 希望政府應該收了我們的稅金之後 利用稅金所製造的一些服務 以及包含所相關的軟體 它其實都是公眾的資源 所以說我們的這個理念就是希望 可以把這相關的理念 推廣給大家以後 然後跟各地的譬如說 有一個很大的方法來推廣這個制度 那這一開始就是我 剛剛講的是我一開始 就是社群跟我的訊息 以及我覺得是很支持的護身 那不過因為這個議題開成之後 然後我就跟那個去V台灣那邊 那有收到子余幫忙 有收到Peace幫忙 以及是這禮拜我碰到AU 然後AU他們提供很多相關的一些資訊 讓我改變了一些想法 應該是說我覺得 以它的這個制度來說 對大家的一些想法 或是說一個執行上面的話 我們覺得是應該更可以用 更符合台灣的方式去執行 那所謂的符合台灣的方法就是說 那因為之前那個AU 已經在推廣一個叫做OpenAPI的部分 那OpenAPI部分 我覺得已經有包含在這個專案的概念 這個應該說這個議題的概念部分 所以說我覺得 接下來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適度的把我們現在所討論 我現在所討論的東西 可以把OpenAPI的概念把它放進去 以及說 或是說我們重新整理 把這份變成一個可以支持OpenAPI概念的東西 推廣給大家 那這個東西由來是在於支持一個叫做 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的說明 其實各位看到的話 他覺得是說這個部分是一個 我認為是 我很支持這樣的概念的東西 那只是說 那跟支持的東西 必須要符合我們當地的法規 或是說可以符合目前可以執行的部分 所以說這個東西的話 會一開始就由這個影片的啟發 然後在跨年送的時候 Ronnie還有其他人給我很多建議 比如說在台灣的法規制度上面 因為是台灣所謂是大陸法系 那不像是英國像是海洋法系或其他的部分 那或是說其他的一些更詳細的東西的話 那有包含很多包含像 那CAS或AU或其他人 像小方LISA 其他人給我這部分專業的建議 我覺得都很值得去討論 那這些東西的話 我希望各位跟大家推廣之後 然後就跟剛剛講的 就是說用OpenMDI的方法 來跟大家再去 以推廣的方法再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部分我會希望在 之後可以變成一個提案吧 應該是說我從來沒在Fee台灣提案過 我覺得是剛剛的 像那個Peace他們 或是小方 不是小方 Peace或是那個LISA他們 有一個叫做 那個Chartboard部分的應用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他的提案功能到底正不正確 那OK就是這樣子 不過另外一個是希望在跟大家 就是想說 我們現在的一些法規上面 是不是就是相關的一些東西的話 我個人本身還需要再去學習一下 就是包含AU所建議的部分 因為其實相對的 我現在並沒有說很 對於像有採購法或是其他部分很專業 所以說我覺得 剛剛採用OpenMDI 是因為是說 目前AU在推動的部分 是已經蠻符合 目前我們所需要的一些 開源的 對開源的定義 政府開源的定義了 所以是 目前就是跟大家分享這樣子 OK 謝謝 OK好那今天的成果話到這邊了 那 那就今天就 對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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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是